好了 这一块呢是dowfail这个cmd和underquart 说这个之前呢 我们需要先介绍两种这个写法 在这一块呢 我们有两种写法去编这个dowfail 这两种写法呢 一个是shell 还有一个是esec 然后这个shell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普通这个Lineus 它编写那个shell嘛 对吧 这个大家应该是比较熟的 这两种格式呢 其实编出来那个dowfail它执行效果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这个简单看一下啊 我先建个文件吧 或者我先搁这儿 还是先写个尾大码吧 先写个尾大码咱们再做 比如说 如果说你写成一个shell shell 这种版本的 那么你想跑一个东西的话就直接这么写 你run一下 比如说aptget-y 你可以装一个rzsd 那么在执行cmd 对于这个shell来说应该是eco 就是说写入个东西 比如说写了个 写个hello docker 这个是cmd它执行一条命令啊 执行一个eco这样的命令 然后对于这underpot呢 它也是执行一个命令 就说这俩cmd加underpot它都是执行命令的 然后呢写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shell 一种是exec cmd是这样写 如果是underpot enter point pont 后边跟它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这样写 ok 这个是shell啊 如果是exec 这个格式 我们应该是下面这写 你比如说run的话 就是 应该加个方过号 然后这里边呢 把上面的命令 一个一个的去写一下 比如说aptget 它作为一块 然后d号 -y 也是一个 然后install 也是一个 还有l rz sd 就是说大家看到这种写法和这种写法都不用奇怪 它是两种格式而已 懂吗 这个是咱们常用的一种格式 可以说大多数的都会用这个shell格式 像这个格式明显不太好写吧 这个明显不太好写 但是也有 如果边用这个 你需要知道它啥意思 其实跟上面这写法呢 没有啥区别 只是说写法上有些不一样 ok 然后呢 咱们这个下边可以做一些实验啊 看看这两个这个用法 还是隔着home这儿 我去见个目录 太难了 这起个啥名呢 写个cmd吧 cmd underpart 就cm吧 来 进去 好 在它里边呢 我去建一个dockerfail 好 这里边我就把刚才复制一下吧 嗯 不行 我得从头写 得先from 对吧 得先from 那这样吧 我先写个这个shell格式的 shell格式 呃 我先from一下 from这个centeros 然后呢 这里边我这儿写env 先定一个常量 嗯 比如说定一个name 定一个常量呢 叫name 这个name叫啥呢 就叫docker ok 然后我在下边执行这个命令 enter point 这个是执行命令啊 那么执行个啥 echo 我说hello 这个常量是name 呃 这个是咱们第一种写法 就是说我从这个centeros系统开始 然后让它呢 先设计个常量是 常量名叫name 直是docker 那么下边underpart是执行语句啊 然后执行个啥呢 执行一个这个协助打印 对吧 呃 你给我出一个什么hello name 其实这个按照咱们想的 应该最终是hello docker吧 这个underpart和那个cmd 不是 这个shello和那个exec 它的效果其实不一样的 我们先看这个 好 现在有个dofail 我去build一下 呃 我这个名太长了 我就随意build一下吧 这是center 我也不打算传的 centeros这个shello entryshello 这样 这个构建很快啊 因为咱们这个centeros它有 好 你看这个build 呃 这个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image 然后我们看一下image image image 这第一个是咱们新建的吧 啊 centeros entryshell 好 我们给执行一下啊 这个 哎 跑了 哎 你会发现它给你出个hello docker吧 对吧 对吧 这是ok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这个改一下 把这文件给我改一下 呃 改成刚才那个什么ec exec那个格式 那个应该咋写呢 应该把这句话改了 嗯 嗯 这样写 exec 应该是在用它执行bin echo 然后呢 让它输出一个hello 嗯 hello 然后常亮 对 这么写 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exec这个格式 exec 哎 这个格式 啊 出去 我再编一个 嗯 叫一个exec 哎 不是 entry entryexec exec 好了 这个呢 也很快的编好了 看一下 image是 对 第一个 anentryexec 啊 给它run一下啊 啊 docker run 然后这个 哎 你发现它给你打的实际上是打成这样一个样子了吧 嗯 啊 其实这个呢 啊 对 其实这个也就是说这linius呢 是可以识别shale的 因为我们上面这个写法 看哪去了 它上面 啊 这个 啊 这个 我们上面那种写法呢 如果用shale 它linus是自动识别shale的 但是linus它不给你识别那exec 也不给你进行一个常量替换 对吧 啊 如果说你非得想用这个exec这个格式的话 然后你还想让它识别 然后你还想让它识别 其实你这个应该稍微改动一下啊 对 把这个文件稍微改一改 嗯 form不用改 这就是从哪个系统嘛 就主要是改这儿 然后我们应该是这样写 binbash执行 然后指定-c 这个硬指定一下 这个-c的意思呢 实际上就是指明参数 这就是说-c后边的东西 啊 是要作为一条命令去执行的 这条命令呢就是echo 然后hello name 你得这么写 就是说你用这个exec呢 你如果是把上边的招搬一下 大多数情况没事 但是如果说涉及常量的话 他这exec不给你替换 非得想替换的话 就加个-c去强制一下 这个执行 再编一下 再打个new 就是第一个 然后那么咱们给执行这个 复制一下 诶 诶 binbash是com not found 我看一眼啊 诶 不是这看了 看了 from the center 然后是env underpot underpot后边是bin bin 然后bash bash完了是-c强制 呃 强制过去执行这个echo hello 哦 我那符号是不是写错了呀 看到没 啊 看到了吧 这个是写错了吧 你给他改一下啊 这个我们不是说他是这个什么符来着 美元符是吧 嗯 美元符 刚才他不错说这个命令没有 嗯 再编个2 行 这个编程了 我执行一下 执行2 好 这回好了吧 呃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underpot 他是可以执行这个命令的 然后并且呢有两种写法 然后第一种是这个shell的写法 然后第二种是exec的写法 呃 这两种写法呢 一般情况我们用shell 然后如果说exec 你出现无法读这个强量的情况 你就用刚才那-c去强制一下 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是 啊 underpot 这个我们说完了 哎呀 这个笔记怎么给你们做呢 嗯 cmd 这个啊 对 我这个得接多少图呀 我看看我跟哪儿开始讲的 哎 应该就是这 我先开始呢是创个目录 然后建个文件 嗯 对 然后建完文件之后 咱们这给他掉了一下 行 我这就不写说明了 就图都已经接着好吧 嗯 然后build的完了 我执行了一下 对 这个执行是这条 然后我拿这个查看一下 它叫啥 然后执行完之后 我又编了另外一个exec的 嗯 还是编译和执行 我这个直接给你考那个对的吧 嗯 这个还不对 这个是对的是吧 嗯 好 然后编译 然后编译 执行 好了 这一段呢是这个shell 和ex 和这个exec写法的区别 写法的区别 然后呢 我们底下写的是这个ntraypot 的用法 OK 这是第一个啊 那么这个说完呢 其实我们刚说完一个ntraypot 前面说了 这个cmd呢 它是不是也是可以执行命令呀 对 也是可以执行的 那么它俩呢 其实是有区别的啊 在这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ntraypot和这个cmd 它俩呢 大概区别是什么 呃 咱们可以 我先给你写一下 呃 就是说这样的 如果说这个就是若吧 若这个docker 指定了这个其他命令 哎 其实这个cmd呢 这个可能被忽略 嗯 或者说就会被忽略吧 啊 所以说你如果这个执行起来之后 非要执行哪条命令 你就应该用ntraypot的吧 是不是啊 因为这cmd呢 它有可能被别的东西给覆盖了 就是说有可能 你前面执行个别的 它就不执行了 啊 等会我演示一下情况啊 就是说这第一点 它可能会被忽略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你如果定义多个 就是说如果定义 多个这个cmd 呃 它一般的就是只会 执行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哎 这个都是它的一些缺点啊 啊 我们还是写例子去看一眼 嗯 嗯 这是 这个因为道尔下我执行一个 哎 删了 嗯 我想怎么请啊 我给执行个cmd 对cmd 哎 对 对 dollar name 是吧 $ name 是吧 OK 这个是cmd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效果 呃 然后这时再给它build一下 嗯 嗯 我叫个cmd的 cmd 啊 它这个构建好了 然后我去执行一下是 run cmd 啊 你看首先这个咱们写个最基本的 他这个 你发现执行Hello Docker也是没啥问题的吧 嗯 对 这个也是没啥问题的 呃 我想它那个问题怎么去给你演示啊 嗯 嗯 它这问题一个是多个命令 一个是可能会被覆盖 呃 可能会被覆盖 我看一下都是fail啊 这个 这段话如果说我再写一个underpoint 试一下 比如说呢 我在它前面加一个underpoint 嗯 entrypoint echo hello name 给它加一个 然后最后一个我看它现在执行什么效果 这个其实是不是打印两句话呀 嗯 打印两句话 然后我去先编一下 嗯 build cmd 2吧 啊 编了一下 然后呢 我让它跑 二 对 它只能执行一次 哦 我都打一个这看不出效果是吧 对 都看不出效果 哎 其实但是你应该知道 这个它肯定是忽略的是cmd的啊 对 它忽略的是cmd的 然后这个前面那个entryport实际上它是肯定执行的啊 就是说你如果像之前咱们刚刚这个只写一个cmd 嗯 前面 嗯 前面 这个 你只写一个cmd它是不是会执行呀 啊 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在它前面呢 给它加个entryport 它其实就是说只执行那entryport 它自己是不执行的 懂了没 啊 然后如果是多个的话咱们再看一眼 多个 嗯 那就把这行删了 嗯 那就把这行删了 嗯 那就把这行删了 在它上边再加一个 cmd e c 抽 123吧 看下现在的效果啊 嗯 build build 3 嗯 好 给它执行一下 3 你看 是不是只执行最后一句话呀 嗯 因为你看我们刚才在这个文件里写的cmd是执行 我让它给我先输出个123 再输出个hello是吧 但它最终呢只输出了最后一个吧 啊 这个也就是说 它是cmd有点问题啊 一个是 呃 只执行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是有可能会被忽略 啊 那这个咱们也可以接下图吧 哎 那么现在大家应该知道 它俩呢都是执行命令的 区别就是这个俩区别 懂吧 cmd 直接接这个吧 直接接这个吧 嗯 好 这个是咱们先给执行那第一个区别 然后第二个区别是如果写两句话 嗯 你在编的时候它最终执行的是最后一个 嗯 行 最后一个 行 OK 这个是它俩的一个区别 然后 呃 基本语法呢就是这些啊 感觉不多吧 啊 这个基本语法其实很简单啊 知道它啥意思 然后知道它的关键点的一些区别 能看懂边这个DollarFail就可以了 然后从这边的话 这个第十一个说 这个我们可以分享DockerImage 咱们是不是说这个DockerHub那种网站 就相当于GateHub呀 对吧 然后呢那上面全都是Image 你可以进去看一眼 Docker 这个Hub.Docker Hub.Docker Docker.com 诶 啥情况 不是啊 我这网站还能写错呢 Docker.com 诶 这就进去了 刚才是拼错了 少一个C 没注意 那这个进去之后 你比如说查一个这个MyCircle 查一个MyCircle 我们说了像前边 它这排前边的这个就叫MyCircle的 它就是官方发的 懂吧 一般排第一个这个没有什么前缀的 就是官方发的 你比如说什么是自己发的呢 嗯 就往下往后找一下 找个后边页的 你像这个 什么Nike呀 什么Live呀 什么的 这些是别人那个用户名 懂吧 啊 这个是别人那个用户名 然后杠后边是他那个镜像名 然后这些都是他自己起的名 可能呢 这个里边是他 他这个变好的一个image 那个image里边呢 比如说装了 一个MyCircle处理库 或者说他在写入一些书具 然后装了一些其他东西 都可以打包成一个镜像吧 对吧 那么他给打包成一个镜像 是不是可以传到DowerHub上呀 对吧 这个就叫分享这个什么 分享这个image 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分享呀 你自己去写一个这个DowerFill 然后呢 这个编写image命名 是以自己那个名字去开头的 懂吧 以自己那个名字开头 然后就可以分享到那网站上 这边网站呢 我先给登录一下啊 我先给主页登录一下 哎 这自动登了是吧 自动登那就登了吧 我想 往我这个里边呢 首先这是我自己仓库 我想发布一个镜像 然后是这么去搞 首先我查一下我有哪些镜像啊 有这么多 然后咱们能发的是哪个呀 就就就一个能发吧 俩 对不对 别的别的咱们可以试一下 他发不了 其实就这就这两个能发的 然后别的如果不依我那个开头的 他发不了 这个如果说发布的话是这样的 我们首先呢 是隔这儿去输一个Docker login 就是说你必须先登录这个Docker 然后才能去发布 跟你这个GitHub不一样 你GitHub是你去网站上去登录是吧 你登录完了直接什么传代码之类的 对或者说你那个GitHub那个命令 是不是也有那个Git什么什么呀 对吧 咱们传译妹子呢 是这样的 先login一下 写个图 在这儿 写个前提啊 这个前提 在Docker官网 先注册个账户 这个Docker Hub 也是用哪个账户 你注意这个你在账户 你注意你在注册那个Docker账户时 可能你点下一个部下一个部 它没反应 就说明你没翻墙 懂吧 那个给你翻墙去注册的 然后你看我刚才输一个Docker login 他现在给我说个啥 对说就输你的名字 就是我那个账户名 哎呀 我密码多上来 我试试啊 我不至于123456啊 他现在在验证 你说的还真对了 嗯 超时 我去 嗯 超时再来一次吧 那如果还不行的话 我得给你配一个VPN Docker Hub Docker Hub 其实不用翻墙也能上的呀 那就是老男孩的网的问题 对 这Docker Hub 他不用翻墙的 而且这个东西 你改什么景象仓库也没用呀 因为他访问是网页呀 对吧 难得还真上不去呀 再再试一遍啊 别的网不成呀 必须是这么上呀 这个相当于你上Gate Hub呀 他只有一个Gate Hub 都超时呢 嗯 出席到这儿 先下课修一下 我去看一下他那个网 行 先存个视频